大家好,我是妍妍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觉得特别好痒 然后也特别好看的一款多肉 就是我的这盘红粉佳人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蛮沉的 这个罐子是我舅妈他们家的 以前就是装猪油的那个罐子 我捡回来 然后底部打了几个孔 然后种的这个红粉佳人 给大家看一下这盘红粉佳人 红粉佳人呢 我觉得出状态的时候特别好看 而且很好痒 你看我放露天的话 一般都没有怎么管 然后就是现在的这个造型 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 而且这个红粉佳人 说真的 它的叶叉成活率特别高 基本上 拔出来的那种完整的叶子的话 都能叶叉成功 给大家看一下 漂亮吧 而且除了这种老妆的话 这样很好看 对不对 我现在在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 喜欢的朋友以后 就是像没有种过多肉的 然后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品种 还蛮好的 我给它放这里面 我现在在近距离的从前 再去看你 已经哭红了双眼 我现在在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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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